大家好我是Ja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aman開箱去 那其實有長期在跟蹤我頻道的人應該就有發現說 我最近的影片其實蠻大量都是美食的影片 或者是旅遊的影片 那其實我頻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 3C開箱最近比較少 但是大家不要灰心 基本上呢3C開箱比較少只是因為 前一陣子6月我一直在出差一直在出國 所以比較沒有時間在家拍 但基本上我還是非常喜歡亂買這種東西 所以接下來呢我會做一系列我個人認為今年度 很有特別很有鑑別度然後很有特色的手機開箱 沒有錯今天我給你帶來的手機開箱就是 這一台Vivonex 那Vivonex它最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把全面屏非常令人討厭的瀏海整個砍掉了 沒有錯它整個砍掉了 我在6月中的時候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驚為天人 所謂的瀏海就是我之前有抱怨過嘛 包括它的iPhoneX也有 或是什麼像小米8 基本上呢全世界走全面屏的手機類型 都會遇到瀏海的問題 差別在於瀏海的大小 那最多最多可能就是 撿到像什麼打耳這樣子 你還是有一點點的瀏海 可是呢Vivonex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個 把瀏海整個砍掉的 所以非常的大膽非常的創新 雖然緊接著OPPO也發表了所謂的 5X也是整個把瀏海砍掉的一個 solution 可是呢Vivonex就硬生生的比它早 所以我覺得在手機的歷史上 Vivonex絕對是有一個指標性的意義 這也是為什麼我願意自掏腰包買了一台回來做開箱 馬上呢來看一下我們Vivonex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先來看一下Vivonex的包裝 彩正方形的黑色紙盒設計相當簡約 正面就寫著2018年世主指定手機品牌 不得不說呢今年在世主上 真的是看到各種中國品牌大方異彩 先不說產品好壞啊 至少在行銷預算上Vivo真的是銀彈充足 打開盒之後就可以看到這次的主角Vivonex 我們晚點再來好好介紹它 來看一下配件的部分 充電頭相當有誠意是22瓦的快充頭 送的耳機造型很可愛聽說音質不錯喔 原廠也附了一個塑膠的保護殼質感很普通 如果是我的話呢寧可會選擇裸機拿 接下來要來看看我們的主角了 要特別說一下我這次買的版本是Vivonex一般版 主要是當時在上海旗艦版缺貨喔 而一般版跟旗艦版的最大差異是沒有屏下指紋電視 跟CPU是高通S710而非S845 記憶體也只有6GB 售價是人民幣3900 預約台幣18000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會建議各位都直上旗艦版 畢竟價格只多幾千塊 但整體的效能應該會好上不少 Vivonex最大的亮點就是它搭載了一個沒有瀏海的全面屏螢幕 這也是我會想要買它的原因喔 因為我當初就覺得有瀏海的實際實在是不順眼啊 就算我的iPhone X拿了一年 還是覺得那塊瀏海呢 有如一塊烏垢卡在螢幕上 巴不得除之惡後快 各位你看看Vivonex的螢幕 沒有瀏海的感覺真的是太美好了 雖然它的下巴呢比iPhone X厚 但整體觀看的沉浸感還是好很多 Vivonex搭載的是一塊三星的AMO面板 也因為細邊框的設計 其螢幕尺寸來到驚人的6.59英寸 解析度呢是1080x2316 其比例為19.3比9 那特別注意的是目前部分的App 若沒有支援這個比例 還是會在下巴處產生一小塊黑點 這個現象跟iPhone X剛上市時有點類似 那隨著軟體開發上的更新後呢 應該會慢慢的解決 Vivonex的螢幕表現還算不錯 顏色表現淘喜 手動最大亮度也有450nit的水準 但有時候還是會有過度飽和的狀況 若跟iPhone X相比 在對比度跟精準度上 iPhone X還是略勝利抽 這次開箱的Vivonex是新轉黑 之所以會有這個名字呢 主要是其背面在室內光源時幾乎都是黑色的 但若遇到強光 則會因為背面材質的特殊切割方式 而產生一種繞色後的彩虹色澤 相當有特色 Vivonex的另一大亮點 就是其為了把瀏海砍掉 採用了彈出式的前置鏡頭 一開始看到展示影片時呢 我還很擔心這個機構會不會 隨便嗷一嗷或撞到就壞掉了 那經過我多次大力的這個搬動 其實機構都相當的牢靠 而如果強行按壓鏡頭 鏡頭一開始會給出一股力道要維持高度 再更大力一點點的話呢 鏡頭就會自行關閉 而且也會關閉照相功能 整體來說在機構上使用後 給我的感受是相當安心的 另一點我覺得很酷炫的是 這個彈出式鏡頭是有內建音效的 你聽聽看 是不是搭配升級的動作之後呢 真的會有一種變形金剛的感覺 在相機的部分 Vivonex打載的主鏡頭是1200萬像素F1.8的大光圈 並且支援四軸的防守震 在一般日光下 Vivonex的表現已經很接近iPhone X了 其細節的捕捉相當的清楚 而在部分照片中可以感受到 Vivonex的色彩調校還是比較討喜 稍微的偏暖 iPhone X走的則是比較精準的路線 在夜間拍照中 Vivonex的表現也相當亮眼 甚至在暗部的細節捕捉上 還比iPhone X好一些些 但Vivonex的夜拍呢 一樣有偏短的狀況 以這張北門的照片來看 iPhone X拍出來的顏色明顯的要精準一些 綜合來看 Vivonex的主鏡頭非常的不錯 是旗艦級的表現 兩個在前置鏡頭上就有點悲劇了 其畫素只有800萬 而且整體表現過度的美跡 塗抹感過重 導致顏色跟細節失真 或許這樣子的設定 是為了討好愛自拍的人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真實一點的顏色 而且Vivonex已經花了如此大的成本 在彈出式鏡頭的機構上 前置鏡頭表現偏弱 實在是有些可惜呀 效能表現上 使用Geekbench跑出的單核分數是1823 多核為5870 基本上是符合對S710 這顆處理器的性能期待 而實際玩了一下崩壞山 畫質全開下相當流暢 零多在一開始競選單時有點小卡 其性能表現比我想像中來的好 在電量上 Vivonex的電池高達4000mAh 在連續播放兩個小時的網路靠畫質影片後 其電量只掉了11% 也就是說充滿電 可以連續看17到19個小時的影片 非常足夠一整天的使用 經過了一陣子的使用之後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一次Vivonex的心得 綜合來說 我是非常欣賞它也很讚賞它的 蠻推薦安卓陣營的人去購買的 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完全沒有瀏海的這個使用體驗 真的很棒 包括了在看一些影片等等 那個沉浸感是很好的 然後在創新上 我覺得也要給Vivo很大的鼓勵 包括了它使用彈出式的鏡頭 包括了使用了鼓傳導的這種聽筒的技術 拍照的表現上面呢 後置鏡頭有接近旗艦機的水準 基本上就是旗艦機啦 那已經很接近iPhone的一些細節的處理了 所以在鏡頭上 後置鏡頭我覺得是很棒的 可是在前置鏡頭上前面就提到過了 過度美肌了 我覺得可能是稍微的 有一點害怕大家覺得畫素不夠 然後所以一開始調教 就讓它過度的塗抹感太重 這點我覺得很可惜啦 我覺得如果有下一代的Vivo NEX 我覺得在前置鏡頭上面 可以去做一些些加強 那嚴格要講還有什麼缺點的話 啊重量 在手感上面我覺得Vivo NEX 手感還是偏重 所以呢 男生可能還好 女生的話可能稍微要花一點點時間去適應它 畢竟手機這種東西 你只要多個一二十克 你拿在床上看 你躺在沙發上看 久了 這個手感的這個沈重感 還是會滿明顯 那基本上我覺得Vivo NEX 這一次的缺點都是瑕不言語啦 價格上也沒有說真的到非常非常的貴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是可以慎重的考慮看看的 因為這次的影片是我自己 花錢買手機來測 自己花錢買產品 不是用借的 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歡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也歡迎多多留言分享按讚我的這個影片 那我有多的經費的話 我就會再去買 別隻大家有興趣 但是我卻借不到的機器 或是手機 來測給大家看喔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讚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